《路加福音》第十章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就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我拆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你们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就到街上去, 说, 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 粘在我们的脚上, 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 虽然如此, 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 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麻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格拉逊啊, 你有祸了。 伯塞大,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门徽, 坐在地上悔改了。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白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推下阴间。 又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那拆我来的。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地回来, 说, 主啊, 以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耶税, 耶税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正当那时, 耶税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耶稣转身, 暗暗地对门徒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 那眼睛就有福了。 我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有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 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义,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临舍如同自己。 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瓷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 拿出二钱银子来, 交给店主, 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 他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 名叫马大, 接她到自己家里, 他有一个妹子, 名叫玛丽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 马大伺候的事多, 心里忙乱, 就近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啊,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丽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但 Bose, 你不在意呢, 我来饿了好好的, 亲自为什么。 我来不乎艾�, 你今个人都转会了。 你且不在意呢, 我来说, 着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